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喂,來,喝杯了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跟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今個星期 我們鐵三角陣容 又在這裡講起了 天氣冷了 所以年輕人都被職 每個年輕人都縮在戲院裏面 不是吧 就有個縮在戲院裏面正在看電影 OK 可能有地震 正在震他們 心寒一寒 要看一部電影來舒緩一下 是嗎 是呀 溫哥說星期二晚有個小規模地震 昨天晚上睡在床上 不停搖 我還罵我老婆 你搖這張床是什麼 我哪有這麼大力的 你老婆哪有這麼大力的 哈哈哈哈 澄清一下 史哥說昨天晚上是因為我們星期三錄音 其實溫哥說星期二晚發生了 十一點十五分 就是四點八級的地震 震應該是近著Victoria那邊的 嗯 所以我們在列治文地區都感受到強烈的震動 但是肥龍就沒有去感受到這個震動 因為那時候我駕車 你駕車感覺不到震的嗎 感覺不到 車沒有彈你 哈哈 車沒有車震 沒有車震 我們車避震客氣 避震好啊 因為這輛車我一直在向Bernaby的方向 所以 駕駛車的時候 那種震動不會很嚴重 沒有啊 因為它維持很短的 只有三秒 三四秒鐘 對啊 所以這輛車是不會很擱 在裡面 Anyways 講回這個星期 在北美會上的Wild Release電影 有兩套這麼大把的 那這個聖誕和新年檔期呢 已經是猛片如雲的了 即是早兩個禮拜呢 已經在那裡數了 那也都上個禮拜 我們講到有Star Wars 是不是 那 但是都有兩套呢 我們覺得有點奇怪的 其中一套 就叫The Forest 那是一套恐怖片來的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些 比較合家歡的時間 會上映這些電影呢 還要這麼多片 那也需要有這樣的選擇 好啊 打算搏懶吧 你早期聖誕也有一套貴片 Krumpus 對 那有什麼不奇呢 但是這麼多大片夾在這一輪 氣勢很厲害 他搏你買不到票看大 那些一場去到戲院 就拿到緊張刺激的看看 但是緊張刺激的也有其他 不一定要選他 其實你除了Star Wars 同期有什麼是動作片 即是有緊張刺激的 除了Star Wars 緊張刺激 其實沒有的 除非你還沒看007 有那套講抗弓那套 哪套 33 那套下了畫 那套第一下了畫 第二 那套都不是一套緊張 那套 即是不會有緊張 你想想其他全部都沒有緊張 Krid 多些動作 Krid上了很久了 再不是 其實Krumpus都還在 是嗎 對 還有 那看看哪套後悲好一點 那 Hunger Game 嘩 看了很久了 但是還算是在戲院裏面做的 所以要看就看了 我覺得 Anyways 這套The Forest 其實就是 一個媽媽 就走進一個禁止進入的森林裏面 找她一個失蹤了的女兒 因為她應該是有一個Train Sister 那個妹妹就走進去森林裏面 就設了鐘 那媽媽就走進去找她們 不是她們 不是她們 但是 那些人已經 警告她了 這個森林 你日後進去就OK 晚上就千萬不要逗留 一定要走 因為她說很多人在裡面自殺 那其實呢 阿屎哥一看就說 咦 這裡不是日本的一個森林 那這個trailer就沒有這麼說 但是我相信就算不是改編 也可能是參考 那很多人在裡面自殺 所以大家都想到是一套鬼片 那當然是說這個媽媽 晚上結果都留在森林裏面 接著就開始遇到一些很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究竟最後能不能找到她的女兒呢 還有她有沒有自身危險呢 那大家自己看這套The Forest 那另外有一套呢 就是李安立道主演的 叫做The Revenant 復仇勇者 那但是 怎樣復仇呢 其實說 開頭看呢 就以為好像一些戰爭片 不像 不是 我說開頭的trailer 哪有像啊 有些 有些 有些紅番 又開了槍 在那裡追殺 有些西部片 蛤 但其實呢 就說這一幫是一幫獵人 對啦 後來又變了一隻紅花 又變了熊癮 對啦 結果呢 那個trailer就說 李安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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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卡皮歐呢 主演的角色 就被熊癮咬到重傷 然後呢 就被她的隊友 就 以為她死了 就撞在那個 樹林裡面 又是跟樹林有關 不過這個就不恐怖的故事 就說 其實她沒有死到的 那結果呢 她就 走出來 跟著 就說她怎樣在那個地方 一個惡劣的環境 怎樣 survive 就是這樣 呃 值得一提的 不是的 是說她怎樣報仇的 哦 即是她回去找她的隊員報仇 因為 因為 其中一個隊友 就是因為 她被熊襲擊了之後 就見死不救 還害死了她的兒子 所以 她就回去找她報仇 所以主要明星呢 除了尼奧卡奴之外 還有 湯哈利 OK 兩大影 我知史哥想說什麼了 我說最多一提 就是這部戲在加拿大拍的 是 在Alberta 和BC省裡取景的 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加拿大這次的景 飛鳥俠導演的新作 嗯 就是拍這部戲的導演 是曾經拍過飛鳥俠Birdman 嗯 那又加強了她的可觀性 那 那就 不過唯一 我覺得就是 其實 兩個都胡蘇立特 其實 你 認不到 不是很認得 是 尼奧卡奴或者是 湯哈利 因為她說的年代 不是現代 她說的是應該 十九世紀初 那些年代 那些人 都是 差不多喜歡 流蘇的樣子 隨便找個做都行 反正都認不到 那 但是她怎麼都要找個托得起的 方便找體身 是不是 那 我不知道 Anyway 都是一道大片來的 即是避開了聖誕檔 那 看看 搶佔新年檔期 會不會在票房上面 就是 撈到一些油水 即是避開了 因為大家 suppose要看的都看過的 那 Star Wars都已經上了兩個幾星期 三個星期 是啊 應該要看的 星戰迷 都 撲飛了 不過有些看幾次 像Sam哥那樣 這麼誇張 三四三四次 不知道他做什麼 三四次 那你不知道 有些人是真的喜歡看的 喜歡得那麼厲害 好厲害 你還沒看嗎 我看了 哈哈 所以這樣才會 喜歡得那麼厲害 OK 看了 OK 那你看了 你講一下吧 講一下 對 你吃著 踩到你進去 講一下 這樣也可以 嗯 我感覺不深 因為始終 我之前已經講過 我本身是 不是 那麼 那你沒有看過 頭那六集 你覺得 頭不頭入的故事 嗯 又 我又不是完全不知道故事 所以在 在電影裡面 例如見回舊的黑毛士 那個頭盔 變了灰 那個 又沒變完 差不多 爛了一點 那 我又覺得 幾特別的一個感覺 還有 明知道這個是一個全新reboot的故事 那所以帶著一個新故事的心情進去看 將以前舊的 那個 Star Wars Universe 呢 本身我又不是太熟悉的時候 那我去看 嗯 我會覺得它是一套 OK的科幻片 這樣 OK 因為你沒有情意結的情況去看 是 不過我覺得幾特別的就是 其中一個 是 來自 那個 黑毛士 的 部隊的人 就變節 走了去幫忙 那 這個是以前的故事裡面 又沒發生過的 好像 即是那個黑人白兵 是啦 黑人白兵 黑人白兵 OK 他是主角來的啦 他就不是白兵兵 黑人白兵 即是他是新一代的 Star Wars的切三角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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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者公主和 Hand Solo 之後 即是新的切三角來的啦 他變了新的Hand Solo 會不會是 他的角色 如果要這樣算的話 OK 那個女生就是 做了Skywalker的角色 OK 對 那 還有 因為 始終都是 接下來這三部曲的第一部 有很多事情都還未進入街景 即是我說的故事 嗯 只不過是說 那個女生 開始 realize 還有 最後那一幕 現在都可以說的啦 其實他走去找回 Skywalker 那他整條招式是說 他要找回Skywalker 是 所以我 我似乎他完整的 這個故事 即是他不會像 Hunger Game那樣 如果這樣 好很多啦 即是他不會 逼你看第二集 至少你看完第一集 你會滿足這樣來場的 那但是我相信呢 我就算不是星戰迷 我看完我都希望 想知道故事發展下去會怎樣 是的 那星戰迷就肯定更加想知道了 是的 我 我幾喜歡就是那隻機下人 他的動作挺划算的 即是他的反應是很划算的 即是圓咕嚕B8 是的 是的 很划算的 接著後來 RT DUTAR 穿起來的時候 也挺划算的 即是他們兩個機器人之間 那份的默契 即是那個chemistry 也能出現 是的 挺有趣的 還有他有些位置引起你笑 是以前Star Wars 我想比較少會這樣做的 那你看 那其實JJ Abrams那些 即是其實都沒有失手過的 他發送影片 是的 還有最初都挺划算的 就是那個黑人白兵 他跟那個 那個 那個又算不算男主角 開頭都擔 擔一段戲 我想他第二集 即是打後都會比較重一點的 即是他跟那個人的chemistry 也挺划算的 我覺得 整套戲我沒有什麼特別期望 也都看完之後 也不會太失望 即是你升至迷想看的 也有了 是的 那麼 復復何求呢 X-Wings又出來了 Tai Fighter有一堆 大家追逐在那裡鬥火也有了 那第一代那一隻的飛船 又出來了 那是差在Hand Solo究竟是否真的就這樣玩完呢 那 那 還有那個 新生代的黑武士是否就這樣就玩完呢 那肯定不會啦 這些 大家心照啦 那 但是他做到那個氣氛咯 那 ok啦 我覺得這套戲 ok 那你可以省分 不用看前面那六集 不是的 有機會看就ok的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他不會看的啦 我又不介意喔 說真的 就是 其實這些sci-fi題材的電影我是享受的 ok 對 那另外 那我講開呢 其實我看了另一部電影的 我終於都有機會看到這個五個小孩的校長 我終於看了一下 是啊 那我挺喜歡的 今年完之前 是啊 我挺喜歡的 那當然啦 因為不是都不會收到幾千萬 是啊 其實 嗯 我一開始想 那套戲會不會 哇 有什麼那麼多話要說啊 就是 對著五個小孩 不是嘛 你聽到五個小孩 你每個小孩都知道 不是不是 我就說 有話要說啊 不是 我期望他沒有話要說 而是他每個小孩的問題 已經慢慢慢慢解除了的時候 他都是過了一半多些 我就想 哇 那做什麼話要說 我還有成半 那我就不知道 就是殺效的問題 對 然後我就看到他加了很多其他東西 說他有個樓啊 有復法啊 這些 那 那 well 唯一我覺得 最 odd的就是 古天樂 整個 將個 斷頭台搬出來那裏 那裏 那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人真事都是這樣 那裏 那裏 我覺得挺搞笑的 那裏 有些感人有些搞笑 那裏 那裏 如果大家看這部電影 我明白你們說那種催淚的感覺 那裏 那你想想 基本上 所謂的演技 其實都是靠那五個小孩 帶他的大人遊戲 其實 不是那五個小孩 那兩個大人 就是古天樂和楊千華 我覺得未必做到 那裏 那 古天樂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發揮的 他的角色 就是沒有目獨獨的 從頭到尾 但他最後都有感動的 那裏 是 不是說很多被他發揮 那 所以其實這個角色 不是古天樂的話 其實很多男演員都可以下載 那裏 那另外 楊千華 就 不過不失 我覺得他演繹得 嗯 尤其是我看了之後 我特意上網搜尋真實版的校長 那我聽了那個校長 還有看了一點點 他上課的情況 我就覺得楊千華那個 就 真是好演戲 那 但如果我還沒看那個校長之前 其實我是覺得OK的 所以我 綜合來說 我覺得他OK 反而我看 我有驚喜的就是 吳耀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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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時一直都搞搞少少少 但這次他演繹一個 很正經的角色 他是 做到那種說話 有少少疾疾的 很普通人 那種感覺 其實吳耀翰回來了 他都不只是拍喜劇 甚至乎他都沒有怎樣拍喜劇 但是 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角色 我看到 他是做到那種立體感的層次 那種 老了 老了 老婆又在鄉下 又 很窮 沒辦法 自己年紀又大 想去廠 又廠不到 那種的滄桑味道 他真的做到 出來 這些老氣骨 真的沒得了 我覺得 反而 我覺得 老那一批的演員 他們演繹得好 比楊千華更好 我反而覺得 楊千華就只是 不過不失 但是 整體來說 這套戲是 拿到那個位子的 那真是 我結果都忍不住 流我的眼淚 哈哈 是感人的 你說這套戲有沒有機會提名 最佳影片 香港 有 怎麼會沒有 這套我覺得 有實力 這套怎麼會沒有 你說有沒有機會拿 你不是問有沒有機會拿 你的提名 未必 蛤 未必 我覺得不可能 在香港演進場一定有提名 反而 之前你說楊千華 會不會有機會 靠這套戲可以拿到一些獎項 個人的獎項 我不太肯定 我不夠膽地說 要看他的提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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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是不是一定能夠 我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是安慰獎 對 也要給他一個 勤工獎 整套戲本身 我覺得 氣氛拍得不錯 還有 有沒有一些 福音電影的味道 一點 因為同一個導演 關信輝 我知道 一看到他的名單 其實都知道了 什麼事 不過 我覺得這套戲成功的地方 是他已經撕掉了大部分 福音電影的感覺 有一點點 其實沒有的 其實沒有 只是他抽起了福音的元素 對 但是他成功可以抽得起 即是他不會很刻意去賣弄 又把福音元素放進去 那市場問題 但是 我覺得那個 表達手法 電影風格 各樣東西 基本上是一套福音電影 對 抽起了一些福音元素 對 但是他成功 就是他沒有拖 有些位置 都不到他拖 那五個小孩的故事 有些 有些 可以把小孩的悲慘 東西無限放大 然後一個小孩 就做你十幾分鐘 看到你好陰悶 很不知想怎樣 可以的 但是他選擇沒有這樣做 他一個小孩 每一個小孩 中間發生的事 我覺得他點到即止 那我覺得挺享受的 反而這樣看 還有那個 由於他是 淡淡地說 楊千華在家訪的時候 探望他們 他沒有很刻意 除了姜浩文那一段 就 真的有 有點而刻意 善情 其他那些他沒有說 很刻意去 刻意去做一些事情 令你哭 我反而欣賞 這樣 而這套戲 臨尾有些位置 令到你 呃 是不是很刻意做一些 善情位呢 是有些的 不過我覺得 作為一個商業電影 你有這些元素 才令到別人 看得舒服 我會這樣說 所以整套戲我看完之後 是有流過幾滴眼淚的 但是 看完之後 我是舒服的 好的 基本上我覺得這套戲 都做到雅軸共享 所以他在票房成功 他有一個吸引力 是令到我看完之後 我很想了解真實那個校長 究竟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上網去搜尋他的資料 現在就有六十幾個學生 2013年的新聞報道 就是他有六十幾個學生 現在都不受 還有盈餘 其實 反而你會覺得 挺好的 這個電影是反映了現實的一些事出來 還有我看回他的小演員 和他原本的角色 他又真的選得挺好的 即使他可能 中間他加插了一些東西進去 令到他更加有電影感 但是 整體來說 那些小演員其實都演得很好 即是他們那些 天真爛漫 或者傻傻傻 或者他真的哭的那些位置 他是做得挺自然 即是整套戲 我覺得 關上輝拿捏得挺好的 尤其是其實拍小朋友不容易 但是 他拍到這個效果出來 我很滿意 這套戲 我真的看得很舒服 是 說完了 值得支持 即是 這套絕對值得 這些 比較正面的戲 就不是那麼純相越放 還有香港還有好人 我看到 香港還有好人 香港還有好人 就是 隱蔽了 唯一 深美的角色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刻畫出來的 即是刻畫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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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尊효 第一套叫做《猛龍特拱》 我買了一套,怎麼沒看 《猛龍特拱》 這個拱就是人在拱土的拱 但是這套跟幾套拱的電影沒什麼關係 只不過用了這個字 鄭忠基又走回舊路了 就是龍這麼威風那類的 聽我的名字都知道 鄭忠基依然是做警察 這套電影唯一的巧妙 鄭忠基不是做龍那麼威風的本地警察 他做一個小竹星 就是從外國回來的警察 我想到為什麼要安排他做這個角色 因為要他說粗口 大家知道如果說中文粗口就會列為三級 所以他就大講英文粗口 他大講英文粗口 但是戲又不用列為三級 所以故事就是一貫那些 就是他從外國回來 後來又做臥底 做臥底去查一宗頂包案 就是那些富二代 富二代 就是撞死人 找一個另外一個人頂 他就去做河底 接近那個富二代 故事沒有什麼新鮮的了 有沒有染飯的感覺呢 也有一點 因為真的太過熟口熟臉了 所以唯一看的就是鄭忠基的演出 無可否認定鄭忠基本身的喜劇感 就是有的 還有他這次是扮演一個 即是燭星的造型 好像那些黑人那樣 斷斷頭髮 在這裸 就是比對起以前那些 就是有些不同 看起來都不會沉悶的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新鮮感 也都說 那個 就是笑話也很多 主要就是那個故事 是老套 大家喜歡看鄭忠基的 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是都可以 狐鬧片 有一個特色 就是有那個 那個歲學家蘇利文 蘇利文 他竟然是做一個警司 即是鄭忠基的上司 但是他滿口那些 名相那些 雖然 或者導演會覺得好笑 但是觀眾看來就覺得很無稽 還有 蘇利文本身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他經常上電視 蘇利文 是不是蘇利文 蘇文峰 蘇文峰 是 即是長馬名 蘇文峰 看上去 不好意思 我真的對他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連他的名字都記載 他也有點勇敢 但我自己就不太欣賞他 他那種表演方式 第二套也差不多一個題材 叫做末女神探 這套我看了 黃遠芝 這套最初是叫做新澤師妹第四集 是嗎 都很厲害 改了名字 其實跟新澤師妹的戲露已經完全不同了 她本身不是師妹 所以就改了 不可以用那個名字 不是不可以的 她要吃著 那你就文不對題 但是也是用回那個方法 一個女歌手 黃遠芝搭回一個帥哥 好像當年吳現祖 今次換了周柏豪 周柏豪就做過CAM CAM的 什麼經理人 我也不記得 那些娛樂公司的老闆 其實那個故事是認真不通的 黃遠芝這樣的樣子 不是說她這樣的樣子 不可以做臥底 但是她臥底是扮NEMO 這件事已經完全沒有成立的可能 其實一句都說完了 即是選美超臥底的那條橋 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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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有要補充 即是選美超臥底的那條橋 那就 一貫黃遠芝的生鬼表情 她這次就做一個 IQ有180多的神喊 又打得 又聰明的神喊 但就落入了一個困局 就是要她扮NEMO 那就令她 你覺得她的演出怎麼樣 即是 她都是吃著金雞 她的演出一定沒有金雞和金額裡面那麼兩位 因為她在金雞和金額裡面 她每次出場都是一個亮點 即是她集中去爆發幾場戲 今次她由頭丹到尾的話 無可否認真的會有點吃力 我覺得 她某些搞笑的表情都仍然殺食 但是 在一個全無新意的故事下面 我覺得她的演出也救不了太多 只能這樣說 那你喜歡看一套 胡鬧鬧的電影 那就看吧 我真的試過今次看的兩套都比較胡鬧 對 為什麼你選這兩套來看 不是啊 沒有不過好戲 哈哈 這麼可憐 那就再看一次Star Wars 跟Sam哥一樣 怪Sam要看三次 OK 好啊 Truman 看幾套 我看了 寬姐當自強 對 Joy 首先這個 Silver Lining Playbook的鐵三角陣容 她的魔力已經逐漸消失了 這次就簡直是Jennifer Lawrence丹氣 即是說她是一個 由幾歲女兒開始 要負責 take care 媽媽的小女兒 說她一直都是在家庭裏面 一個枷鎖 即是有很多包袱去長大的一個女孩 到她後來結婚 婚姻失敗 她又要take care 失婚的老公 總之說她人生有很多包袱 突然間她醒了 突然間她覺得做人要放下這些包袱 她醒了 就說她去研發她自己的一個地拖生意 即是她設計了一個很完美的地拖 嗯 比較特別 那就說她在賣地拖的過程裏面 當初當然是沒有人戶口她 那些地拖 她就認識了一個電視網絡 做負責推銷的 很成功的商人 就是Bernie Cooper 就說Bernie Cooper 怎樣幫她 或者她怎樣透過這個電視網絡 去賣地拖賣到出位 Bernie Cooper是配角來的 配角來的 即是電影過了一半才出 還要是過客的形式 即不是說幫她太 即不是說佔好重器 反而Robert De Niro做她的父親 這次戲份比Bernie Cooper更多 但主要擔氣的都仍然是 Jennifer Lawrence 就說她中段 因為她們的拖生意成功 接著就被人搶了白銀拳 其實很多逆境 都是在電影的後半段 很短的時間發生 所以在整個故事的鋪排上面 我覺得是 失了比重 那個比重是失了平衡 但無法反應 頭半段 導演在她人物設計上 都仍然是有她的功力的 即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即是她媽媽永遠不出睡房 只看那些肥造劇 即是她爸爸 是那些不可以沒有愛情的老年 的老伯 即是一路 其實她的老公 也是那些只顧著唱歌 但是又不 即是離婚 又搬了到Basement 天天在那邊唱歌 即是你會看到她的人物設計上 仍然承接她 她是之前那兩套 Silver Learning Playbook 和American Hustle 的強項 即是人物設計上是強的 所以前半段 你看她一路鋪排 你都覺得挺爽的 即是有娛樂性的 但不對勁了 即是她開始賣地拖 去到成功的時候 原來還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說她怎樣去救自己的生意 原來還有一堆東西要說 我就覺得是不夠蝙蝠去說 那麼草草就收了一場 這樣 所以後來她就成為了一個 研發自己研發商品的一個 代表人 專門是籠絡一些 自己研發商品的家庭主婦 做到自己的生意很大 很成功的一個職業女性 所以電影比想像中是 因為她一開始看過 她以為她又拿著一支槍 加上Janafer Lawrence的表情 你以為她有一些變態 其實又沒有的 即是你真的看到一個 女性發奮圖強的故事 其實就是 但口碑好像一般 口碑一般 因為第一 第一 沒有了新鮮感 第二 她說的故事 也有一部分 是挺有趣的 即是說她跟她老公 結婚那段 她說的故事也有她的魅力 但始終在序事方面 即是剛才我說的 是不知想怎樣 即是去到 她後面說的那一支 很快 很早收場 所以 也都沒有什麼 很突出的表演 即是演員上面 即是 可能觀眾 相對地的期望大 失望也都大 所以 如果有興趣 喜歡看 Janafer Lawrence的聽眾 可以入場的 由頭到尾 但是 如果你 打算看 Silver Lightning Playbook 即是找回一些回憶的話 那就難免會有點失望 這套 這套就叫做 Joy 歡姐當自強 接著 看了一套 叫做 Youth 講老年人的電影 叫做年輕戲成 那整套戲就是 其實Michael King 做主角的 就是蝙蝠俠俠管家 其實不單是蝙蝠俠管家 很多戲裡 他都有一個角色 其實我本身 就不太喜歡看 NICO King 我也是 我從小開始 不喜歡看 因為我覺得 她太英國化 其實她年輕 她年輕 也做很多戲 但我覺得她太英國化 真正 她仍然算是一個Cast 我覺得她也是吃著她的年資 因為從頭到尾 我都不覺得她的演技特別好 但這次 就多了一點內心戲 我覺得她其實不是很差 都叫做飾演戲 但仍然不會吸引到我去捧牆 但說回到電影本身 整套戲 就是在一個resort裡面拍的 就是講一些 它又不只是講老人家 但是在這個resort裡面 很多都是老人家 就講一個太太有病 出了事的著名composer 的作曲家 就很想被邀請她出生 就在英女王面前再表演多一次 但她已經去到一個無辱無求的階段 就是有一把年紀 對 相對於她的老友兼老襯 就是一個過了戲的導演 電影導演 她仍然很有火 就是聚集了一群年青人想開戲 就是搞戲 然後失敗了 其實就是透過這兩個主要的角色 那個contrast 去表現了一種人的慾望 不知為何叫youth 因為電影裡沒有什麼不清人 比較重戲的都是飾演她的女兒 Rachel Waze 那 故事其實都幾depressing 節奏比較慢 但其實她說的東西都幾deep 但是就要很有心機去看 還有你真的要對劇中人物很有興趣 才可以繼續follow 那 後來就說她 為什麼她會 其實說她身邊 其實都有很多有趣的人物 在這個resort裡面 那 但是 那部分是不差的 但是你真的要接受看一部 真是說露蓮榮的電影 OK 那就叫做youth這部電影 嗯 接著 我還看了什麼電影呢 哈哈 我不記得我看了什麼電影 然後 老炮兒 老炮兒看不到 說笑話 原來昨天星期二 Sam哥告訴我 我檢查過 整天的四場都爆了 嘩 是嗎 可能第一次便宜 竟然爆了 我自己去看 她去買票也看到她有一兩場都爆了 不只是昨天 嗯 那可能真的有她的魅力 馮雪哥 我希望這個禮拜有機會看 那 但是 與此同時也看了 嗯 嗯 Grand Grandma 一套在 Vio 即 裡面放映的 那 那 那 是一套 獨立電影來的 嗯 那 那 但是 導演其實也拍過不少商業 成功的商業電影的 譬如 American Pie 和 Meet the Falker 的導演 那 他這套就很明顯是低成本 就是我和Valkan一起看的 那Valkan查到就是六十萬成本而已 那 那故事就真的說她在L.A. 即是幾個場景就拍完的了 即是說 一個女的同性戀的作家 或者叫作詩的人 那她生活就很 即是 微爛 那 一開始就說她怎樣撇掉她的女兒 年輕的女兒 下一幕就已經說她的孫女 帶了肚子 就想來找外婆求助 那 外婆身上只有幾十元 無奈 其實就是說她帶著孫女 到處去找她的朋友 去量水 即是希望籌夠到六百多元 就幫她的孫女做一個墮胎的手術 那 其實就是說她在這個過程裏面 她找回這些朋友的時候 即是反映她的一生 還有 讓她自己有一些的反省 即是她媽媽 其實她表面上好像是一個賤人 但其實她都是一個 即是地勾回她裡面的良知 那 所以其實是一套幾有意思 還有幾輕鬆的小品 來的 那 反一貫傳統 就不是一些很 即是傳統的grandma 即是她是那些爛答答的grandma 那 但是 但是 也有說她和她的女兒的關係 各樣東西 電影本身都是只有八十幾分鐘 所以 所以 即是是一套不錯的選擇 即是如果你又不想看太沉長的電影 就現在下次大家有留意 Viu Theater 她應該 未來還會選一些時間再放映的這套電影 那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是極力推薦的 這套grandma 同一晚 就看《Hayful 8》了 《冰天血地八惡人》 那 這套《Hayful 8》 這套電影是在溫哥華 在限制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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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的 那些人真的會一組排隊登入場 這麼大的吸引力 很大吸引力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集中了她的Quinton的粉絲 如果你有看《Pop Fiction》 《Q Bill》 《Jango》 那個導演 這套強調是她的第八套電影 那她的第八套電影 其實這個故事就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獎金獵人 就押送著一個女的囚犯 就送她去一個叫Red Walk的地方去問調 順便領取她的獎金 那中間其實就是說 有些人 就是這個女囚犯的同伴 其中一個是她的哥哥 就帶隊去想拯救這個女囚犯 那中間牽涉到的 有一些南北戰爭的背景 所以由Samuel Jackson 飾演一個黑人 還有一個 和戲裏有一些 跟她敵對的 因為是南北戰爭裏面 不同身份的角色 那 故事其實是 其實故事整套戲 大部份的時間 就是在一間旅館裏面發生 就是一個冰天雪地的裏面 一個沒有什麼人到的地方 那整套戲就是 說這班人 不僅是八個的 就困在一間 類似龍門客棧 那樣的 木屋 不像龍門客棧的故事 就是說他們 怎樣勾心鬥角 那 就是說他們怎樣 究竟誰 其實誰才想來救女囚犯的人呢 那 電影其實有三個小時後 超過三個小時 嘩 這麼長 對呀 有沒有intermission的 有intermission 很久沒看過電影 有intermission 但是聽Samuel說 原來這個 菲林版才有intermission Digital版是沒有的 即是你要直接踩三個小時 那這套 他在一個半小時 就放了一個intermission給你 嗯 但是我想說 就是 其實比較緊張刺激的場面 是在下半部才出現 即是上半部 仍然是在發展 故事出來的 嗯 所以你要很有興趣看 這個導演的戲 你就會覺得很棒 好像坐在我旁邊的Valkan 即是 完了intermission 就急不及待跟我說 他的感受 解釋 那我作為一個 我沒有什麼南北戰爭背景的人 聽完他這樣說 我也覺得 啊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他裏面說的話 是牽涉到很多仇恨主義 即是對黑人的 其實 其實 Walkan今天不在 遲些人會自己說 即是他覺得 題材是很大膽 嗯 我也覺得 在這個導演裡 其實你看到他那個 他拍的電影 由POPFICTION開始 或者 你看到他 其實 他的野心 就越來越大 即是他 因為他上一部是講Django 也是講黑人的 嗯 即是你看到他 其實他拍的電影 他那個 他那個 越拍就越古裝 我不知道他下一次 會不會真的會拍古裝 還是拍科幻 因為他說他拍了十套的電影 那這套是他第八套了 那 所以 如果你是這個導演的粉絲 一定會看的了 那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看這套Phy林的電影 因為我跟Walkan看的時候 他放影的技師 不太掌握到Phy林的技巧 所以呢 很多鏡頭是蒙了的 噢 絲徒就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 但是 Sam 我問他 他又說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懷疑 現在新一代的那些 放影師 他沒有Phy林的技巧 所以有時候會 那些東西 所以我跟Walkan看完出來 是每人拿到一張證券 可以再看一次的 那當然我未必會選擇看這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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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DVD看都可以 因為我都會存放的 因為你要看三個小時 你要坐三個小時 對我來說我會不會再進去看三個小時呢 還有看過故事裡面的東西 對Valkon這些粉絲來說 他就一定會再看的了 但我又不是說好 我都是Pitch來的導演 但我不是那麼瘋狂的 但我覺得整部電影是一套佳作 他營造的氣氛很好 這次是難得他有自己的配樂 配樂也做得氣氛很好 令到一些比較靜的場面 他都做到一種緊張出來 所以我看完三個小時 加上intermission 我都不覺得看了三個多小時 所以一貫的血腥場面都會有的 但就是在影片的下半段 亦都是用這個導演很多的伎倆 就是賭術 究竟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即是那些twist位 都有的 那些伎倆都有的 所以你如果喜歡開這個導演 你進去看這套就不會太失望 現在是限制的 只是在這套電影 會不會遲些會有完結 會不會遲些會有完結 會啊一月就會完結 即會播放Digital版 聽Sam說Digital版 又是導演會剪輯過 即不是菲林的味道 所以我不知道會剪輯什麼 Digital版少了8分鐘 那看看聽眾是不是導演的粉絲 是的話就不要錯過看Park Theatre的影期 因為會少了8分鐘 即是如果你看一月的版本 Digital版本 那你還有一套戲看了 你講不講 這套都值得講的 Digital版本 是他的了 是他的了 哈哈哈哈 Eddie Redmond是他的了 即是 即是其實這套戲是講 根據真人真事 改編在歷史上 第一個做變性手術的男人 那 真是好好演技 我只能夠說 即是真的看到我無管動 還有更加驚喜的是 飾演他太太的角色 也都拿捏得很好 即是 即是 即是男女主角的戲份 是令我非常之感動 嗯 即是一個男人 他 其實就是講 一九 一 二零年代 即是二零年代 那一個男人 那他 他太太是一個painter 那他話說他有一次 他太太的model 就失場 那他就 按他太太的要求 應他太太的要求 就穿了一雙絲襪 穿了一雙絲襪 穿了一雙女裝鞋 那當時 他這種行為 這種心態 review了出來 基本上是會被人捉的 即是 他就說他後來 即是有機會 反而他太太後來 那是 借用了他丈夫 這個叫做Lily的身份 他畫了很多的portrait 出來 就受到賞識 就開始揚名了 那就有機會去到巴黎 去做一個展覽 那就帶上她丈夫去 即是見她丈夫 在當地都不容於世 那就帶上她丈夫去 那丈夫那種做老人的慾望 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被老婆發覺了 那他老婆的心路歷程也很奇怪 即是基於一個大愛的緣故 犧牲的緣故 即是嘗試去承傳她丈夫 去到最後 他找到一個醫生 就是願意幫她做一個絕見性手術 那 就說他這個 即是說他兩夫婦之間 那份的感情 和這個男主角 即是想成為女人的慾望 那 我想說 其實開頭看我都覺得 有一些不太習慣的 看他扮女人 嗯哼 因為始終高頭大馬 你扮女人 我就不是覺得很漂亮 但是故事就說到她是很漂亮 OK 但是在到後來 我也覺得順眼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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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她是有一種 韻味做得出來的 那 她那種內心的掙扎 和她那種 逆服的表現 其實真的 有驚喜 即是 即是 對Annie Redman來說 我覺得她 即是 會是一個突破 所以 我也提醒她 應該是今屆的 拿獎格局 都是她 林莊 那究竟是最佳男主角 還是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主角 這個問題 就看她提名什麼 哈哈 因為當年 當年 林波做梁山伯 那時候 都是提名 提名的 那不同 但是 不知道她是 提名男主角 還是女主角 終於是給她一個很尷尬的獎 又不是男 又不是女 因為她從頭到尾都是做一個男角 但這次她是一個男角 轉做女角 不過以演員來說 如果她真的得獎 應該是最佳男演員 一定是的 她的角色也是一個男角 所以 嗯 對 我會推薦大家看的 這套電影 就是 就是 看Silver City Coculum Silver City 和5th Avenue 都還有得上的 嗯 那不要錯過了 我覺得不會悶 還有 你會給她兩夫妻那份感情 即是感動到的 我覺得 OK 似乎今個星期你看了 有幾部電影都覺得 其實你覺得挺好的 是啊 都滿足了吧 這個禮拜 都滿足的 這個聖誕檔期都滿足 對 都看夠皮了 OK 好 那跟手數個榜 今個星期北美十大票房的情況 嘩 相當之厲害 有5套新上畫的電影 是進入十大的位置 即是有一半新戲 有一半是落了畫的 今個星期的情況 排第十位 有新上畫的電影 衝聞到看了這套 The Hayful 8 一上畫收到461萬票房 第九位 有上畫六個星期 The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Part 2 上星期排第四位 今個星期下跌五級 收到528萬票房 總成即是2億6454萬 第八位 有另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Point Break 一上畫收到981萬票房 第七位 亦是另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Concussion 一上畫收到1050萬票 而第六位 是一套上畫三個星期的電影 上星期十大都不入 今個星期跳到18個位置 上到第六位 收到1053萬票 總成即是1602萬票 第五位 有上畫兩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The Road Trip 上星期的亞軍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1314萬 總成即是3985萬 今個星期排第四位 有上畫兩個星期的Sisters 上星期的貴軍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跌落僅頸四 收到1419萬票房 總成即是3746萬 進入三甲位置 有兩套新上畫的電影 還未出現 這兩套新上畫的電影 究竟情況如何呢? 今個星期的貴軍電影 就是 新上畫的 Jennifer Lawrence 歡姐當事強Joy 一上畫收到1702萬票房 而今個星期的亞軍電影 就是 登登登登 都是新上畫的電影 Daddy's Home 一上畫收到3874萬 即是今個星期 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繼續閃亂冠軍位置 上畫兩個星期 今個星期仍然競收1億4920萬 總成績非常之厲害 北美已經有5億406萬的票房 但走勢依然凌厲 好了,今個星期的北美十大票房 我和你數過了 稍後回來part 2再見 回來part 2再見 你現在聽的是 嘩,這套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裏都找不到 嘩,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裏更加找不到 嘩,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裏究竟有些什麼 問得好,這裏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傑哥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趨勢 科技薪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裏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 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傑哥 10號茶餐廳 一click 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來,來,喝杯肉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 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先看看 電影大白貨 電影大八科了,今年最後一集 是啊,31號 我們都對了一些角色致敬,選擇了一些角色致敬 算不算是呢? 即是一路可能都被人忽略的一些角色,我們找出來說 在年底的時候 但這角色其實是很重要的 重要,所以就要致敬 沒有了這些角色是直接武器好做的 根本沒有可能沒有 我覺得每一套電影都會有這類角色 但其實今時今日很多演員都很希望演繹這類角色 其實在社會上的意識形態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純品的情況下 很難找到一個100%的好人 裡面一定會有另一隻魔鬼 令到各個人性更加立體化 所以尤其是你看近期的電視劇 很多男演員都很渴望去做一些奸角去獲獎 奸角好發揮 奸角好發揮 以前就不受歡迎的 現在開始越來越受歡迎的奸角 你做好人太循規道舉了 舊的那些都叫做有個古裝片 有個大俠形象都還說OK 但現在新一代那些人不肯做大俠 是做奸角才有得發揮 所以相對我又會覺得 有時候看到一些 做正人君子做到很有氣味的感覺 反而我又會更加欣賞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 所謂的正派角色 其實都有點奸奸的 即是受歡迎的 即是就算不是間間的 有些神經質的 即是很少說真是很純正 很正氣的角色 就阿旺 阿旺是傻的 那你怎會是正氣呢 所以我會覺得 差開一點點說 我覺得 例如劉松仁在大時代那類 就難做了 即是他開頭那幾集 說到自己是一個好人 但結果他不是主角 要有說服力 他算是一個大配角 其實 但就是這類的角色 即是做好人 做到這麼有震撼力 就真的比較少 即是你說後期 譬如鄭小秋在小漢風雲 做那個角色 好人 但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悶 其實那個角色 Anyway 不要拆開太遠 我們先說一些奸角 這次是說奸人 我們知道最典型的奸人 就是奸人堅 那你覺得石堅的演技是怎樣 石堅的演技 其實在 我想他隨著不同年代的需要 都有他的market 即他開頭粵語片年代 其實你不需要太低 你只需要一個惡形惡相 他清起眉 就已經是 我覺得他的面部表情很豐富 真的 他的面部表情很豐富 而且他真的一站出來 你也知道他是奸人 他相對地 其實在粵語片年代 做奸人的 其實都不是很多很成功 成功那些 譬如石堅 劉奧孫 姜中平 另一個更成功的就是李香琴 李香琴 是奸到出街被人罵 是奸追嘛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們可以想到 以前 一來做奸的人比較少 因為以前的道德標準 都不想做這些角色 但是 以前的戲 中間的分明是很 就是很截然的 就是 中就真的很中 好像不阻凡那樣 就是 講話都很正氣的 那奸就真的很奸 就是 無論一憑一笑 一言一動 都是 都是 令到別人 心寒的 那 石堅 我覺得比較 比較 表面化一點 我更加欣賞的另一個就是 劉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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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堅那種奸 有種奸惡的感覺 劉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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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阴萎 但石堅 他一劈了 嘴角 劉克孫 很痕 姜中萍就是 偪君子的感覺 劉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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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 更多 其外 不是嗎 是 zag 跟張英才那些 不是吧 我看見姜中平時裝都是奸過 搭謝賢那些 他有做過喜劇嗎 姜中平 有 有很多喜劇 《大藥夫日記》那些不是喜劇 那些他都是奸奸的 其實石堅也好 劉一孫也好 他們都做過好人 有 但不是在語音片年代 是的 石堅跟蕭汪芳 一套叫什麼親情 他做一個假孫女 做阿爺 是好好人的 那套是一個突破 但也不被人接受 後來還是要做奸奸的 不是 他後來知道孫女是假的 不是 我說是後來 他好像拍了那套之後 就沒有做好人了 另一套他做好人的就是《春》 就是在《春》裏面 就是《家端秋》裏面是《春》 石堅是好人的 二叔嗎 他做三叔 後來被那兩個人氣死了 但是他在當時 對封建的諷刺 其實都屬於一個不是討好的角色 就算不是奸的話 其實都是惡 起碼他是做一個嚴肅的家長 如果你這樣數 其實金毛絲王 他在語音片時代 都已經是 吃著他奸的刑角 但都是負責中的角色 但金毛絲王是改邪歸正的 他殺了很多人 劉克孫到後來真的做好人 而且真的搞笑 就是撞到正 撞到正 撞到正還是電視撿到寶先的 哪套先的 應該是撞到正先的 因為他的角色也是《成計》 歌類角色 撿到寶我不是太記得清楚 撿到寶反而你忘記清楚 是經典來的 即是說他在一間屋裏面 撞到一群鬼 上了他的子女身 他經常跟那群鬼打交道 但他是不是做大戲的 不是 他是做退休消防員 他做一個退休消防員 金國亮是無算一套經典的單元劇 即是十幾集 但其實他在亞視 即是那時候麗的都是由小人物開始做起的 即是由奸角過渡去做小人物 其實劉奸孫和李香琴都是一樣的 他都是進了電視箱才有機會做一些比較正派的角色 跟黃曼妮一樣 黃曼妮都是屬於做奸的多的 一半一半 惡家婆 都算是 一半一半 比較多 他做惡家婆 即是深入民心的角色 即是以他的角色都是比較惡家婆 我不排除他都有做過一些被人欺負的角色 即是當時在語片 黃曼妮 但後期就真的傾向是做惡家婆 做雷宇的時候是很委屈的 做范姨 很委屈 OK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 就是真的由頭尖到尾 即是一見到他就害怕 就是大傻 你這麼快跳到這個位置了 沒有了 中間沒有了 即是選擇來講 你選擇來講 跟那個時期無關 大傻那種奸法 很多時候就用來做搞笑 或者取笑的對象 真是惡形惡相 我覺得同類的演員來講 大咪哥 黃家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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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驅不是Beyond那個嗎 陳家驅 陳家驅 撈亂了 撈亂了 即是大咪哥 還有黃光亮 黃光亮不夠大咪哥來的 如果真的要夠狠辣的奸角 因為黃光亮也有時做個搞笑片 但大咪哥由此節中一出場 就是真的做奸角 而且他經常做一些很變態的角色 其實要歸公園一部電影 監獄風雲 監獄風雲 帶起了一班 真的捧紅了很多人 捧紅了很多人 除了做監犯之外 做懲教官的張耀陽 都是在那裡捧出來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張耀陽 你覺得他演技好還是隔入隔 他有型 最主要 但你覺得他真是奸的 還有他通常都是做那些 古惑仔雙火紅棍打手 真的有說服力 尤其是他的身形 他的樣貌 但傳聞張耀陽是海關出身的 是紀律部隊出身的 應該是 他是我唯一一個 我會買票入場捧他的奸角 真的 這麼厲害 古惑仔你是故意為他進去看嗎 不是 有他的份 我們就一定買票入場 是不是 這麼厲害 但他很小器是打正他的名號 他只是做奸角而已 對 大家有沒有看過戰鼓 有 戰鼓我覺得他表現得很好 有張耀陽的嗎 他跟防祖明去台灣 他保護防祖明 這套你也記得嗎 是呀 他後來就有機會做一些 因為防祖明要穿草去台灣 他保護 他也是做一個打手 他收藏了一輪之後 有機會做一些好的角色 就是槍火 他就做一些 真是 沒有那麼奸的角色 很多類似這樣的演員 收藏了自己一輪之後 出來 有機會做一些比較像樣的 例如鄭浩南那些 又是剩下了一輪 就是出來 又有些 不會純粹是做好人 但至少有些 逆政逆邪的角色 給他們做一下 就好像張耀陽 鄭浩南 都是同一個 category 我覺得 另一套張耀陽 我最深印象的戲 就是 就是無間道義 他做一個臥底 做一個臥底 後來被吳鎮宇 開槍打死 你真的很喜歡張耀陽 對呀 哈哈哈哈 只是聽你說的 你喜歡他 是因為他的魅力 比他的演技多 對呀 OK 可否認他的出場 是真的可以震懾到觀眾的 尤其是當年周韻發的電影 那麼多周韻發的電影 要找一個奸角 是真的 壓得住場 其實真的很多時候 是非張耀陽莫屬的 你看他由監獄風雲開始 一路到 譬如 《會我闖天崖》 《我穿黑社會的日子》 很多這些戲 周韻發做正派 都是張耀陽做奸角 鄧德雲 第一個身高 第二 那個演員的形象 各樣東西 都真是 唯有是張耀陽 才可以 托得起發哥 其實當年 對呀 還有些什麼 奸角你覺得比較 成功的呢 呃 即是剛才你說的 就是亦正亦邪的 譬如吳鎮宇 吳鎮宇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這些角色 你都不很難 伴亂他是 奸的 還是中的 或者是 因為他本身 很多角色都是 有些神經質的 有些神經質的 癲癲癲瘦瘦瘦的 做出來的東西 都很無厘 但你講到奸角來說 吳鎮宇來說 就令我想起另一個 category 就是很多在電視裏面 擔正做藍一的演員 入到電影圈 都是做奸角 出位的 譬如萬子良 吳鎮宇 還有誰呢 就是這類都是做奸角 任達華 這些都是做奸角 開始出位先的 就是做一些 怎麼說呢 你看看萬子良 其實在王國卡門裏面 但萬子良一個人都說他誇張 他就是剛剛做奸 他是比較浮誇的 他是比較浮誇的 他演繹方法 但他做電視是需要浮誇的嘛 他擺放在電視裏面就適合做奸角 我覺得適合到好處 看他演繹很辛苦 他也辛苦 我看他也辛苦 他做正派是辛苦 但如果他用那種浮誇的方法 去做奸角 就適合到好處 萬子良 我最想起他最浮誇的那一套 是不是賭合1999 還是賭合大戰拉斯維加斯 我忘記了 總之他是做一個衰的 我只記得他跟他的保鞋說 不知道什麼 I burn your barbecue bun 我忘記了那句 他是很浮誇的 當然因為這套是有少少搞笑的成份 變了OK 因為整套戲的質素都不太好 如果你想看萬子良在電視界做奸角比較出位 剛才提到旺角卡門 還有那一套叫做江湖情 那一套就真的了 他幫助劉德華和周潤發 他一個人 基本上都奸了 由出賣兄弟開始 一路做江湖大哥 到最後迫害周潤發 你會看到他做奸角也是一絕的 我覺得 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實一直到後期 吳振宇的靈坤 我都覺得是取經 和萬子良在旺角卡門的角色 都是很接近的 吳振宇我反而最深印象是 《少年賭神》裏面的長頭髮 因為那個形象 我覺得很惡頂 是嗎 是呀 是呀 但是他 我可否認他做林坤 又真的奸得很出位 是呀 做林坤那個他真的很正 所以我說很多電視出身 在做藍一的 入到電影圈 他做 都是由奸角開始出位 除了周潤發之外 除了周潤發言和劉德華之外 很多真是 譬如你看看任達華 他開頭都拍很多三級片 或者變態片 是呀 是到後期才叫做 多一些正派的角色做 他都是靠那些 他是比較特別的 初頭是做武藍 做賊 後面是做警察 D.D.U 因為正派的已經有很多帥哥做了 需要一些帥哥 但又做奸 這些就適合他們做 所以不選擇 任達華我記得他跟翁雄拍那套三級片 什麼擋不住的風情 任達華爆了很多三級片 我忘記了戲名 翁雄擋不住風情 總之任達華是做一個變態的角色 就是強姦 做翁雄的 你看看林俊賢 他也是做強姦犯的 他做法忠情 其實林俊賢哪有演技可言 他是靠奸角 才令到他有些發揮 林俊賢近來在大陸又 可以東生復起 一頭白髮 其實在很多電影圈 在電視圈裏面 很多後來爆紅的 都是由奸角做起的 例如黎明 羅家良 全部都是由奸角做起的 張家輝 全部都是由奸角 更出名的就是黃秋生 黃秋生 憑什麼人肉叉招包 拿去拍攝 我反而想起一些奸角 他們都出名的 但又好像不會經常被人想起 例如黃敏德 林國斌 黃敏德 鬼佬 他最初是做很多奸角的 他最初是做警察 通常都是做反骨 到現在就做國際跨國集團 那些 他通常都是 淡酒雪茎 他做一head 他一開始出來好像很正面 黑景 但其實是一個黑景 即是讓你看看黃家師姐 那類系列的電影 就是正人 總之你看到他就知道 跟國際有關 還有黃敏德 我也是想起另一部三級片 跟那一部叫《危情》 噢OK 噢是是是 糟了 那個女星 陳雅倫 陳雅倫 我又想起 又是做奸的 另外林國斌 又是做很多奸的角色 尤其是林國斌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想起他做很多日本仔的奸角 林國斌的樣子 本身是真的 真的跟張耀陽有得揮的 我覺得 他有點奸 就是 又大隻 我最記得他 不是破壞之王 所以我剛才搜尋 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 大師兄 對啦 但我就是想起他 最初出來是很正氣的 但其實就是一個奸角 林國斌第一部不是初遺王 我醒不起林國斌 因為他是武師 是嗎 他做很多戲 是武師 還有做替身 如果你說林國斌 我查回他的資料 是1984年的省港奇兵 噢OK 他做過督察 噢做過督察 他前身也是做督察的 他前身也是做督察的 紀律部隊出身的 不是 在省港奇兵裡面 他做督察 他做督察這個角色 OK 應該就不是很重的角色 我相信 OK 其實省港奇兵裡面 都有很多性格演員 林威 林威 但是你說林威 我們想起另一個很典型的奸角 就是迪威 迪威 林威 打仔 還有一個不知什麼 沈威 沈威是做小人物 沈威也是很變態的 做一些黑社會變態 林威 反而還有一些正派角色 迪威 迪威就是動作片裡面 都很吃香 尤其是他也有新手 另一個就是黃龍威 好像沒有做過好人 在劉佳良的電影裡面 黃龍威 我也很喜歡看黃龍威 因為他真的很打得 你看他的出拳 那些公駕 真是有料之人 其實黃龍威做的戲 都不是奸 他通常都是做一些有義氣的大佬 是嗎 但也很打得 不是 他不會做小子那類的事情 例如你看孤雅仔 他嫁了個女兒給陳小春 他也是很客氣的 黃龍威 黃龍威 他有做過孤雅仔嗎 他嫁了個女兒給陳小春 陳小春說這個威爺很厲害 一拳打死一隻馬 那一集是孤雅仔 是不是孤雅仔 應該是孤雅仔 孤雅仔 茶餐廳去見家長 我想不起來 有這樣的事 其實一直數下去 我們好像在邵氏年代 其中一個做奸都做得很出位的 羅列和菊峰 陳鴻烈 陳鴻烈 古裝裏做奸熊 尼烈是他的 天籃年明月刀那類 羅列都奸的 他雖然第一套是擔正男主角 是中的 但之後好像沒什麼好人做過 羅列是很奇怪的 他通常做一些 拿獎金的殺手 你又很難說是中還是奸 OK 那 或者在最後的功夫片 什麼天下第一拳 和黃宇 做對手 另一個 大家 但是陳鴻烈 我自己也很喜歡看陳鴻烈 年輕的時候 他的樣子很會死奸 陳鴻烈很有型 很有型 所以他娶了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叫潘盈子 哈哈 他又高大 他那些是屬於陰險 所以他做古蹟片 當然是做什麼冷面書生 什麼獨守神君 這些角色 OK 這些角色 另一個大家未必會想起 大家想起 一定會覺得他是經典的 就是曹查理 你不可能會很慷慨 曹查理 你不是叫做奸 你叫做賤 還不算是奸 叫做賤 勉強都列入去奸國 哈哈哈哈 整天在Facebook 看到人們罵他 是賤 那他做的確是賤 賤男代表 他在奸裡面算是賤 肥龍你看這麼多三級片 曹查理 三級片皇帝 我不是想起雍雄裡面那一套 雍雄有曹查理嗎 有的 不過曹查理不是主角 實有的 好像《危情》也有曹查理 很多戲都有 很多戲都有他 不過被人殺了 是呀 是呀 你看《新藝城》那些戲 差不多 不是《危情》 我記得 陳雅倫做變態角色那個 《南與內》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是《南與內》 他是被人殺了 你說開曹查理 我想起 有一個我經常都覺得很類似的 這個叫劉南光的人 劉南光他都是做小人物 做一些屎繪的 但他又未去到家 劉南光沒有曹查理那麼典型 是沒有那麼典型 不過我不知為何 整天都覺得這兩個演員很類似 其實 另一個 都 做些 中又做奸又做 曾志偉 曾志偉 曾志偉的奸角比較少 黑社會片是他做奸 但是他只有那套 江湖大佬 其實他也不是刻意描述到奸角 無間道 只有無間道 但是你要看甜蜜蜜 其實他也不是刻意 甜蜜蜜不是奸角 只不過是生活所迫 他做江湖大佬就做很多 但是是不是做奸 就未必是奸 你說開少士年代 我想起一個 是不是來自台灣的 叫陳昇 陳昇 陳昇可能是做中的 但是在座 他開始 都有點奸 他做奸角都比較少 除非他做奸角 可能剛好我看的都是他做奸角的 但是你問我氣名 你不要問我 我真的記不起了 另外一個我想問 市角 白鷹其實他做中角還是奸角 昨天看到一個朋友 很像白鷹 他撿完六分尺 即是八分尺 連粒粒都像 那是不是白鷹 我問他 他說他都不懂白鷹 其實白鷹在他的電影生涯裏 他最有名的就是龍門客棧 做奸角 但其實他在電影圈裏 他做中角還是奸角呢 初期那些沒有拍片 就是做太監 做太監 都是奸的 但是他來了香港 拍那些現代片 他是做警察 執法者 旁規那些 旁規就是跟阿蕃 堅叔做對手戲 他是做警察 不過我們數了那麼久 好像九十幾個%都是男演員 女的做奸角 就是李香琴 李香琴 但是李香琴也從涼 我想香港電影 其實香港電影 都主要是南國為主 女演員主要是做愛情片 愛情片無所謂中定奸 即使好像最愛 搶了別人的愛人 你都不覺得他是奸 通常女的比較負面的角色 要不就是做一些 不是奸的 可能是做一些醜的角色 或者是做一些 醜角多於奸角 真的奸的 真的比女角更少 對 反而真的早期 粵語片年代 真的多這些 後期的 我想起 唯一 又大又奸不完的 就是林青霞做過東方不敗 那些是奸角 那個更加不算是女角 那個是南角 不過順帶一提 其實你剛才提到李香琴 我覺得鳳凰女 其實都算是一個傳奇 即是她由奸角做到中 其實她 都很難得她轉型 她貼著麥炳榮 即是她竟然由奸角做到中 短短在粵語片年代 其實都算是一個傳奇 她的角度 其實她的角度 真的很適合奸角 其實鳳凰女 因為她本身是唱大戲 即是主要唱大戲 而且她的身形是比較高大 所以 所以其實 她的外形來說 就不是那麼奸 就不是那麼奸 只不過她做奸角 又是很到辱的 就是靠演技來搭救 那我想提 如果你說起 即是語片時代 有一個真的 不用演技 站出來 你都知道她是奸的 就是熔玉依 哦 熔玉依 熔玉依是做一些很恐怖的女人 是的 尤其是 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很豐富的 她一說話 嘩 整塊面都動 你知道 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的 那時候看她做那些 武俠片 有時候是做爛臉 有時候就陰陰心心出來 你覺得 哎呀主角一定會出事 另外一個 也都是 多數都是做一些負面角色 就是羅蘭姨 嗯 做龍婆 到今時今日 她都是做歌類角色 其實你講開 我又想起一個 做奸角 還要是主角 這個就是何超義 何超義 她主演那套 維多利亞一號 嘩 那些她都是一個 變態 可憐人物 可憐人物 悲劇人物 未去做奸 但她的而且做很多變態 只有一套 那你這樣說 怪物林家欣都是這樣 我妥無 所以肥龍 女的經典的奸角真的不多 除了在粵語片年代 那種 中間分明 需要塑造一些奸 女的奸角 通常就是搶人 破壞男女主角感情 那些 你一定需要一個女的奸角之外 其實現在電影裡面 你說真的做奸 做到出執的 真的 數不到一個女的奸角 主要都是男演員 是做不到的 是沒有的 是不是 真的沒有的 不覺得 真的數不到 對 還是我們 說到嘴邊 遺忘了呢 Anyway 我們今天都數了不少奸角 不知道哪一個 對觀眾來說比較深刻 但是我想 我想最經典的一定是數石堅 因為石堅經典到一個地步 是有個潤喉堂都找他來賣廣告 對啦 以奸詞名的 對啦 就特意用他的奸來做招來的 其實他那種笑法 真的 真是獨一無二 我看那麼多電影都沒有 沒有一個人笑得像他那樣有效果 不過 你說回 我挺欣賞廣告系列 其實他不是只拍一個 他拍了一系列 他最後還加上喬宏 喬宏 喬宏都好像演過一些奸角 但是喬宏獲獲都輸給 堅叔 在那個廣告 挺有趣的 所以 你說 奸角的代表 沒有辦法 一定是堅叔 對啦 對啦 一想到奸角就是他 好 那大家有沒有補充 對這個奸角的 致敬 哈哈 我就沒什麼了 就是2015 臨尾一炮 向奸角致敬 OK 演奸角一點都不容易 其實 好 那如果沒有我們就明年見了 對啦 那一於明年再見啦 OK 拜拜 好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啊 油燈亮光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你是 去One Click Radio的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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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